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4年10月30号 星期四,农历是9月初期 听众朋友们,那么每星期四前面有十几分钟 台长跟大家讲的白化佛法 那么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人要用心来布施自己的爱 如果你对一个慈悲拥有感恩心 那么你的慈悲心就会完全达到另外一种纯的境界 因为当一个人 慈悲是人本性中固有的 但是当你用感恩别人来达到慈悲的目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一样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一个慈悲的人一定要有感恩心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慢慢的一定会有慈悲心 所以我们救度众生 只要经常看这个人愿意帮助别人 愿意为别人付出的 这种人你可以去救度他 这就是我们说的 因为他拥有了慈悲心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 我们做人 首先用心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不能自己不明白 世界上很多真正的心 我们内心 藏在内心深处的这些佛情 佛意和佛念 要想学佛 就得转变我们自己的心 长期的 人的心 人的心的不存 再加上对社会 对其他的一切 这就是意味着 我们慢慢的会得不到很多菩萨的感应 因为当你的外心和你的内心都随着人间的繁星所转化 那你菩萨的心就会慢慢的看不见 你的心就不会清净 你的意念不会干净 你很多的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们常说的习性 就会慢慢的升起 很多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的习性 懒惰 嗔恨 嫉妒 很多人 胆小怕事 该自己承担的不承担 还有无耻 不该你的东西 偏要夺过来 这些都是坏习惯 每天要改 每天要修 要每天对照菩萨的语言 对照菩萨的戒律 经常想 菩萨会这样吗 经常想 菩萨会有这种行为吗 这样你才会越修越好 所以 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 学佛 实际上 要学佛的内在的 智慧和觉悟 什么叫佛 什么叫菩萨 就是当一个人 已经觉悟了 而且这种觉悟 是从心里觉悟的 不是仅仅靠外表 感觉我觉悟了 所以这种觉悟 才能称为 佛性 和菩萨的本性 所以懂得自己本性 善良的人 才能探索 自己本性 和良心 自己是个清净的莲花 你才能知道 什么叫污染 天天心中有魔 受到五足恶势的影响 你有太多的恶言恶语 恶势恶非 你的思维肮脏了 行为当然就肮脏了 所以你会浊气上升 静气下降 就是干净的气场 会掉了 所以人要真正解脱 就要活在佛的境界当中 佛菩萨认为 一切众生相 皆为净土 众生相 就是指人间 每个人 各种不同的表现 和面貌 比如这个人 特别嫉妒别人 他就是一个嫉妒的相 恨别人 就是恨相 贪别人 就会产生贪恋之相 嫉妒别人 会有嫉妒之相 做坏事会有坏相 所以众生相 就是每个人心中 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相 那么菩萨 那么菩萨为什么说 一切众生相 结为净土呢 实际上 就是说 你离开 众生相 你就会有净土 因为你心中 有这么的众生相 你就没有净土 所以 所以 你只要 没有众生相 你皆为净土 所以 我们人 什么叫净土 净 就是干净 众生 就是不干净 一切众生 皆具 我们说 接具净土 实际上 就是一切众生 接具 佛信仰 所以 让本性光明 让 人间的果实 长存 这才是 我们真正的 人间相 我们 在人间 在 极乐世界 我们 境界达到了 极乐 我们人的思维 就在 极乐当中 我们 为什么 很多人 天天 活在痛苦当中 因为 他 控制不住 自己 思维 行为 所以 怎么样 增加 自己的 学佛信心 这是 让自己的心 越变 越干净的 一个方法 经常的 精进 经常的 管住 自己在 人间的 六道 也就是 恨 你会进入 阿修罗道 会进入 地狱道 你的贪 会让你 进入 畜生道 所有人间的 贪心 痴心 恨心 就会让你 天天在 人间 像活在 六道 当中 一样 天天 不得 安宁 所以 你们要 记住 学会 修行 实际上 才是 真正的 修行 很多人 说 我修了 一辈子了 怎么叫 学会 修行 因为学了 一辈子了 你才刚刚 明白 你 是不是 在 修行 希望大家 要明白 了脱 生死 没有 生 没有 死 因为 我们 无生 才能 无死 我们 因为 不懂 所以 才会 轮回 真正 了脱 生死 那 就是 已经 没有 将 人间 作为 一种 自己 所期盼 所追求 的人间 的 一个 道场 所以 孔老夫子 曾经 讲过 我们不知生 焉知死 我们自己 怎么生出来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人 怎么可能 知道 怎么会 死的呢 人生 非假 非空 人生 就是 根本 是空 的 因为 有 就代表着 没有 没有 就代表着 有 因为我们 有生出 所以我们 才会有死亡 因为我们 要死了 结束了 我们才会 投胎 又有 生主 因为我们 失去了 我们才会 下一次 得到 因为我们 得到了 我们 终 有一天 才会 失去 所以 实相 实修啊 学佛人 要懂得 意境 修行啊 我们要 修 这个 实实在在 活在 人间的 境界 在人间的 境界 就要把它 修到 天上 我们 这就叫 实 实 意境 相 修啊 也就是说 实实在在的 意念的 境界 相 就是 在 修行啊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 这个 我们的 那个 白话 佛法 就到这里 结束了 谢谢 听众朋友们 收听 我们下个 星期四 再见 下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